我知道你们的担心 很多亲说 你们的参编柜中间的层板 书柜的层板 到底沉重有多少 来 这里我们看一下 我特意把这个层板 直接放在两个凳子中间 而且我两边特意给它接住面特别小 免得你们肯定会觉得 凳子给它沉重了 来 现在让我坐上去 格格三位数的一个体重 来 现在是完全悬空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是餐具 它有没有说这么重 如果是书 它可能会有这么重 换句话说 您不用担心 它所有的一个沉重 我们都会考虑到使用的安全性能的 需要沉重的 首先我们会给它做边框 其次我们还会给它做穿戴 像书柜的 它的比较宽一点的 我们还会做两条穿戴 我们都是根据这么多年的经验 和实际使用 给您想到了 我是红木哥哥 只做良心好家具